你说为何价格又不是回得很多呢? 昨天偷步炒相 我觉得应该在某程度上 应该批评了这些相关的坏消息 腾讯都已经死顾顾了一段时间 很多个月了 所以大家觉得比预期又不是差很多 有些钱就买回上去 我觉得不仅是腾讯 ATM那些都是 这些龙头的科技股 接下来也是炒Range 看一个Trading Range是有多阔或有多窄 你看到近期 510元回落 去到460元、450元又抽上去 因为始终增长点有多少 大家有目共睹 你都知道 很多监管等 不会有很强劲的增长 所以未来会炒气氛会更多 即是未来完宇宙的 如果腾讯有新的东西就有得炒 但如果没有的时候 大家看看Core的业绩 你看到广告收入也不算太厉害 甚至是很差 因为可能教育也不会不买广告 手游网也不会不买广告 它自己一定是下跌的了 变成自己Core的自身增长 我也不会觉得太多 只不过是在消息面上有没有可以炒一下上落 但如果说股价的Range 你看到现在会是多少 我想暂时都是看着510元的位置 之前反弹阻力的平台区其实也很明显 即是510元左右的水平 但下面也算是守得挺稳 即是你说486、485的位置 可能暂时就先走这6、70元的Range 是 Core room有人留言问你 例如说7000会不会建400元 建400元我自己就觉得机会微小一点 因为那时候说监管风暴 就是慶合合的时候 它最低都是落到410元左右 已经是抽回上来 就是说真的监管大家都 当然是没完没了 但问题就是说 如果大家记得之前相关官员都说了 在这个叫做反垄断那边 资本无罪扩张的监管里面 好像有些成效的 就是似乎监管方就觉得 这一班的科技龙头都肯做事的 就是未必说会调校得那么厉害 所以我觉得未必会落到那些位置 如果你说真的要等那些位置 除非有另一波新的 我们预视不了的东西 否则暂时应该已经见过了 是